有一個計劃叫做機械雲 機械雲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廠商的機台先把它數位化 拿到一堆數據 這堆數據再把它連網 把這些數據放到雲端來 雲端的那邊咧 我們的各個法人 等一下會提到其他的法人 大家一起把各行各業的數據 想辦法把它做一個分析的能力 你把想像說這台機器 我們就開發一個APP 在這個公司的老闆跟員工的手機上面 他就可以透過APP 來看到我現在機台的狀況 我人員的狀況 我物料的狀況 以及整個生產的狀況 OK 這個戰情版就在你的手機上面 就是戰情版就在手機 而不是只有在辦公室裡面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跨了很多的領域 包括紡織領域 我們就有紡織中心來幫我們協助 OK 包括金屬加工的領域 那當然就有金工中心來幫我們協助 那我們還有那個金屬成型 以及半導體 這個部分就有我們工研院的機械所 南芬院 自衛機械中心 還有感測中心 這些單位全部都拿進來 那當然還有一個另外一個產業叫做塑橡膠產業 所以如果大家熟的話 就台灣有一個塑橡膠中心 然後我們每一個中心都協助來做我剛才講的事情 把資料送回來以後做APP 所以我們的機械雲 基本上在第一期應該在明年就會結束了 OK 所以我們做了將近300個APP OK 我們的會員有一千多個會員 也就是一千多個廠商 OK 所以把這樣的東西透過跨法人結合 來幫助產業做出每一個計台或每一個公司的戰情重心 這個就是 非常重要 所以它在後面就是能夠有自我分析的能力 那接下來要做的當然就是未來的機械雲2.0 就是把我們現在大家聽到的AIGPT加進去 能夠讓它更聰明的分析出結果 創造出一些更有效率的智慧製造成果 這個就是我提到的智慧製造 哇這個聽起來就讓人家覺得非常exciting 為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 然後我打開我的手機 因為我的GPT 因為我已經付費一年多了 從去年2月到現在 哇今天告訴我說我的語音有一個進階版 所以我今天馬上拿出來就可以問他 說你可不可以用日文把我講的話翻譯完 他就馬上做這樣的事情 我就說哇 而且那個介面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介面 比如說就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把我講的話翻譯成日文 嗨嗨今天過的骨盒 你可不可以把我等一下講的話翻成日文 當然可以 請說吧 你今天天氣 你今天身體好嗎 你今天身體好嗎 翻譯成日文是 你看這個速度很快 這跟我們以前的那個想像差非常多 所以剛剛那個署長講到一件事 我就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當時 那個Boston Dynamic有一隻機械狗 有沒有 哇這個會上天下海 然後用那個眼睛在掃描 後來呢我就看到他把GPT加進去之後 這個狗不僅可以巡防 而且還可以導覽 就是用加上這個語氣 所以我在想說哇那個scenario 加上這個GPT之後啊 哇不得了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當那個我拿到一個戰情中心 一個戰情的手機 然後呢我就問他說 那我這個現在的機械 這個機台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哇這個馬上就有人回應 哇這聽起來就非常的exciting 那你可不可以在剛剛提到的 除了這個部分還有哪個有趣的例子 另外一塊我提到的就是 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主題就是智慧載具 那智慧載具在公園院在研發的部分 包括無人車就是自駕車 還有無人機 以及剛才提到的那個機械狗 喔是喔 以及未來的人型機器人 那那這些部分呢 其實在公園院都陸續在研發當中 那今天所提到的這個無人機的智慧載具的部分 他一樣他在三年前就開始 我主導之下就有一個大型的計畫 叫做先進入空載具 那一樣他也是一個跨單位跨法人的 因為這個無人機上面 你必須基本上你要有動力 動力的話當然不會有電池跟引擎 那這部分當然是機械所的專長是沒有問題的 那動力輸出了以後 當然就是這個飛機要有馬達 還要這個講義 那這個當然也是機械所是擅長的 好那這個中間的這個系統 軟體的系統 那很明顯就知道這不是機械所的專長 所以就要找到我們那個資通所 來幫我們服務 那資通所除了做系統整合以外 軟體的部分 他還能夠做到我們現在常聽到的就是群機 一堆飛機飛出去了以後 我是帶頭大哥帶著大家一起飛 還是各自飛各自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軟體平台都可以做到 然後甚至可以知道這個飛機飛到哪個地方 要把它叫回來 應該要乖乖的回來 那另外上面也有很多 只要是無人載具都會有很多的感測器 包括CAMERA就是要看東西 那聲音的錄像就是要聽東西 那事實上很多的載具還要去觸碰一些東西 所以就觸覺的感測器 那這些感測器都會被架在無人車 甚至剛才講的機械孔上面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就是要跟我們的機械所的 公研院的感測中心合作 那另外我們的法人 另外一個法人 金屬中心 專門就在做那個紅外線 那個CAMERA以及LIDAR雷射 這三個影像偵測系統的結合 我們稱它這個叫三光系統 三光系統 還好不是兩光 三光系統我們就是靠金屬中心 那其實最近還有一個很紅的議題就是 所有的無人載具一定上面都有晶片 我們有車載晶片、無人機晶片、機器源晶片 那這個部分如果你們對公演員手的話 你們當然就是要找我們的電光所 來跟我們做一些合作 所以剛才這樣跟大家報告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這個無人機的各部分 它絕對不是一個機械所的同仁就可以做出來 機械所只是做System Integration 其他周遭的部分都需要 大家一起來努力 是 所以剛剛所長提到的幾個事情 我覺得也令人說這個眼界大開 所以機械所除了剛無人載具 除了無人車、無人機之外 機械、狗、人型、機器人 這邊都有涉獵在做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先進路空載具 就想說這個路空聯合作戰的感覺 所以路上有無人車 天上有無人機 而這個無人機 它需要的功能 剛剛聽起來 我就很熟悉的馬上那個就出現了 叫眼耳鼻舌生意 它的Function都有 Camera來看 然後還有聽帶路 然後剛好還有碰觸 甚至搞不好有一些感測 可以看到說這邊比如說火災 煙霧的狀況是如何 然後附處就是深 到時候還推理推論說要怎麼回來 從演算法的角度來看 要是一起飛 帶頭大哥一起飛 還是大家各自飛 有各自的任務 以前看過一部影片 就講說那個Angelo Fallon 還是美國的總統被無人機襲擊 而且他就是到處撞 一看這不是總統 就趕快飛到別的地方去找 那一看飛機就炸過來 所以這個無人機真的是非常重要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這個先進路空載具 如果從這個這麼計畫的Vision來看的話 你覺得這樣子的計畫 你的希望能夠做到什麼樣的願景 然後做到什麼的目標 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相信各位聽眾跟觀眾 大家近幾年大概也對無人機 開始漸漸的熟悉 第一個最熟悉的當然就是 我們那個烏二戰爭 大家就聽到說 哇每天都有無人機在那裡飛揚飛去 那類型的多數是屬於攻擊性的無人機 那這攻擊性的無人機 大概多數都是我飛出去的話 我要很精確地去達到那個位置 但他沒有要回來 所以你只要是 沒有回來 重點就是很精確 所以我們什麼彈簧刀啊 各式各樣這些無人機 他就會飛 那另外一類型的就是 現在是房間一定買得到 像那種像遙控型的無人機 這就屬於小型的這種無人機 那你如果有對無人機熟悉的玩家的話 你應該就會發現 我可以飛到很高很高 飛到很遠一樣 然後你透過影像傳輸 你回來就可以看到 那個遠方的一些景象 你透過遠方景象 你就可以做一些巡檢的工作 那這個巡檢的工作 有非常多的應用 像我可以到深山裡面去看到 山難者 看在什麼地方 我在那個大型的農業應用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這個區域 我哪邊需要灌溉 哪邊需要農藥 那甚至於像在我們正在接的一個 國外的大型 它是在很大型的那個太陽能的暗場 它都是幾公頃的暗場 去看它哪邊有發火花 你就趕快飛機要過去 要把它澆熄 不然整個暗場就會被燒 它還可以澆熄 有帶著水是不是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是屬於小型 大概都是屬於小型的 那工業院的任務 基本上是要做中大型的 大家講什麼叫小型 小型它載重大概是兩三公斤 就像我們看到的遙控飛機 中大型的大概要在15公斤以上 那工業院要發展的就是要能夠在25公斤 30公斤 50公斤 甚至目標到100公斤 那目標到100公斤了以後 大家可以想像出來 現在還有一個最新最新的就是載人無人機 這個已經在大陸、美國、英國 開始都已經有載人無人機的試運運的狀況出來 所以工業院的任務就是剛才講的 我要能夠荷重、能夠高、飛得9公斤 的這個中大型無人機 所以簡單用英文來講就是 Hyper-Low的重 這個就是我們的任務 那因為它要再重、飛得9公斤 很重 所以你在很重的東西又要載更重 所以這就必須要我們現在的一些技術來去克服 那至於剛才講的群飛、感測這些東西 同時都在做發展 都會根據不同的應用來去做 就像警長剛才講的 消防 我們就要感測器 能夠看到那個影像 知道它現在冒煙了 噴水的時候 我們飛機上就要有噴水裝置 甚至我給同仁的應用就是 就像我可以去洗玻璃 是是是 像那個高壓電線有沒有洗那個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賺錢的行業就是 去噴牆壁的那個隔熱塗料 因為現在要做這個隔熱塗料的 油漆塗抹的時候 都要達銀架 達銀架每次都是數十萬、數百萬 那塗完了以後那銀架拿掉 然後無人機是直接飛上去就塗了 就這銀架的這個搭建的費用 就可能會沒有了 OK